今天我们来赶个大菜市场 因为我看着他们是鸡鱼哈 我看了很久我感觉非常诱人 所以今天我要打算报告 等我们下去买鸡鱼 这个菜市场人比较多 妈 这个菜市场人比较多 你别走咯 哈哈哈 这都是羊群 来给我选几条鸡鱼嘛 要冷不冷了 选小一点的哈 要冷 现在就没得好费了 第一次删这个鸡鱼 所以我们就买的不是很多 现在就准备回家了 我发现我现在的厨艺越来越好了 今天我就来展示一下 刚好我帮我妈妈也叫过来吃 我想去换一下衣服 把每条鱼都洗干净 擀个刀 这道菜是相说相做 薄 姜和葱 料酒 羊包 把它加拌均匀 腌制 现在把配菜都不好 泡辣椒 泡浆 把鱼炸一下 可以了 为什么我长难了 这个还可以一点 放个豆瓣姜 这是毛肠的小菜 放点鱼鸡 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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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放点鱼鱼 鱼鱼 我发现我们有失误了一波 我感觉他们那个鱼应该是过了钱的 不然的话抓出来是坏的 你看我都抓碎了 管它整味的还行 不停 我感觉不是很理想 放点葱就可以了 我感觉今天这个鱼有点失败 吃吃辣 吃饭了 尝一下我今天刚才的菜 今天这个鱼碗烫起来还不行 味道还是不错的 天亮做个好吃的我们天亮都过来吃 好 要的 我来尝尝看看有没有味道 尝尝你们有没有骗我 今天都是学艺啊 真的是 太难了 味道很好 这鱼要慢慢吃了 你个人吃个鱼 吃了那么多 一人吃咯 背了就是一人一锅 我吃的 今天这道菜 炸油锅的时候有点失误 但是味道还是比较可以 非常容易 这道菜我要极其努力 今天的视频分享在这里下期讲 拜拜